巴黎奥运会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 来自中国的世锦赛亚军郭清挑战该项目霸主 中国选手第一轮以3比6先丢一局 第二轮以3比2成功颁平局分 但第三轮连续两次 被泰国的卫冕冠军旺帕塔纳吉特上头 2比6告负后 最终局分1比2西败屈居亚军 此前的采访中 郭清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 父母身体不佳 自己要养5个弟弟 父母身体不太好了 5个弟弟都要读书 郭清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吧 但是我已经就是 尽量去避免它 让这个压力成为我的动力 那么实际上 複文化 不错 Você